我们来看之前渲染出来的小图 那么之前渲染出来的小图有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的这个建筑材质上 玻璃材质呢可以还有更多的一个强化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上半部分的高光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加强一些 那么背后的建筑的这个玻璃呢 质感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 还有就是铺砖和马路的材质贴图 我们需要去进行更换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再调整一下主体建筑的玻璃材质 打开材质编激器 好我们先把这个重置一下材质球 那么还是吸大我们主体建筑的玻璃呢 单独显示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高光可以再加亮一些 那么高光的范围呢 可以再加大一些 好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让这个建筑呢 呈现一个下面 比较呈透明的一个感觉 那么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补一些灯光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的材质呢 转化成 Blend的这个混合材质 保留原来的材质 好 那么我们这个就进入了 混合材质的一个面板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区分开上下的这个玻璃呢 我们故意让它有一些透明的一个渐变 那么我们把上方的原有的玻璃材质呢 拷贝到第二个材质上来 那么进入第二个材质呢 我们将它的透明程度改成20 不透明度改成20 好 那么现在它们就有一个透明度上的反差了 那么在Mask这照里面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渐变的贴图 好 添加渐变贴图呢 我们显示的第三个来 好 明显示 大家看这个渐变呢 并没有很明显 因为我们还需要在修改面板当中呢 给它一个UV坐标 好 给成Box的类型 给了UV坐标之后呢 我们这个上下渐变的一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好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材质的不透的玻璃和比较透明的玻璃 是成一个上下渐变的这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为了调整它的这个关系呢 可以在这个黑白灰上面去调整它的位置 好 上方 不是很透明 我们下方要透一些 好 我们在做这种有渐变的效果的玻璃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Blend的材质去实现 那么所谓的下面的遮罩呢 就是我们把它添加成一个渐变的贴图 用渐变的黑白灰来控制这两个材质 好 那么我们暂时放在这里 其他的参数都没有改变 我们只是加强了它的那个高光 好 我们再来看 嗯 铺砖的材质 这地方呢 我们给它这个铺砖呢 更换一张贴图 好 我们更换成这种贴图 好 让一来让它的这个 嗯 效果更明显呢 我们在 这个标准材质当中呢 把它去转化成 微锐的材质 我们先拷贝这个贴图 然后转换成微锐的材质 好 粘贴在这里 显示 好 显示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在下方呢 来调节它的这个反射 那么光滑 比较光滑的这种石材铺砖呢 那么它应该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射 那么我们开启这个模糊反射 好 那么在下方呢 通道贴图当中 我们把这个固有色的贴图呢 嗯 关联到 凹凸上面 好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铺砖的材质 把显示背景 显示出来 那么它表面上呢 也会反射一些环境 好 暂时隐藏 那么之前我们在这个 渲染出来的马路上面 发现一些问题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黑白的这个遮罩 啊 就是说它的这个 呃 反射呢 过强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将反射里面的贴图 去进行更换 好 我们主要看到的是 这一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让我们的这个 白色的位置呢 反射比较强 也就是说它路边上有一点点 这种积水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反射的贴图呢 关联到 光泽度上面 啊 那它本身呢 就是光泽的效果 也会显示这张贴图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贴图呢 我们当然说是跟这个 反射贴图应用的一样 我们把这个贴图呢 拷贝 粘贴到这个遮罩上来 好 我们这个观察 好 渲染一下 好 大家看 现在这个路边呢 就有点这种积水的一个效果了 也就是说白色的部分呢 它反射很强 黑色的部分呢 它是完全不反射的 我们把这张贴图呢 刚好贴到这个 马路的这个边线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遮罩的这个贴图呢 和我们的这个反射贴图 都用的是一个黑白贴图 好 那么发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纹理呢 稍微有点大 我们再把这个 UV呢 进行一个调整 还有说这个白色的车型线呢 我们把它这个材质也稍稍调整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材质的比例稍稍有些大 我们把它的这个平铺的次数呢 加大一些 好 然后明度呢 我们稍稍提升一下 好 车型线 我们在这里去添加一个 斑驳一点的贴图 好 显示之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UV 好 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再把这个贴图通道呢 固有色的贴图 拷贝到 透明度里面 那么就说它这个黑色部分呢 底下就会消失的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贴图呢 明度降低一些 再把马路的贴图 好 那么为了让它这个 马路的纹理更明显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去给它更换一张贴图 好 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个马路的贴图呢 进行一个更换 好 那么让它的这个 马路的纹理呢 更加真实一些 好 我们再这个测试一下 我们看前方啊 它有一些裂纹的出现 包括它的车型线啊 也不是说那么新的这个感觉 那么让它的这个纹理啊 产生的更加真实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建筑 建筑里面 我们就需要去再补一些灯光 好 我们看怎么样在场景当中 再添加灯光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方的这个建筑的材质 那么这个玻璃呢 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调节 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调节 过滤色 反射都给了 把这个材质隐藏 再来看一下 还有另外一种玻璃 好 那么这个玻璃呢 它是亮玻璃 我们就把它的这个 嗯 亮度呢 调节稍微亮一些 扩展参数里的过滤色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材质没有去整理 那么这边的这些配楼呢 我们镜头里面看不到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不对它进行调整 好 又经过一轮的调节材质之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小样渲染测试 看一下问题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学的这个小样呢 大概的这个材质呢 就已经调整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 在这个建筑里面呢 去补充一些灯光 来点缀它 比如说我们前方的这块啊 可以点缀一些灯光呢 来做它的商业氛围 好 我们首先在这个主体建筑上呢 来打一些灯光 把这个主体建筑呢 单独显示出来 单独显示出来 我们在顶视图当中 来创建一盏 打亮它这个从底下 到上方的一个衰减的灯光 那么我们在这个创建面板当中呢 还是找到灯光 灯光的类型呢 改成标准的灯光 用欧米灯 也就是这个泛光灯呢 来进行照亮这个室内 那么这个欧米灯 我们在场景中点一下鼠标左键 那么它成一个这个菱形啊 就是说这种菱形的这个形态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修改面板 在这个地方呢 由于它要照亮这个我们整栋楼 从底下到上方呢 有一些这个亮光呢 稍稍这个衰减过去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开阴影 在颜色上面我们进行修改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饱和度呢 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强度 2.0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记住 一般呢 我们这个泛光灯呢 都要开它的这个衰减范围 我们看这个圆衰减 我们将它这个 外光圈的这个值呢 扩大 然后 内光圈 是这个聚光区 聚光区的范围 好 然后在前视图当中呢 我们将这盏灯呢 用缩放工具 来在歪轴上面 把它拉伸 好 我们单独显示这盏灯光 大家看 这个泛光灯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聚光区内呢 到外圈的这个范围呢 是慢慢衰减的一个范围 好 我们这个渲染测试一下 我们纸框这栋楼 我们纸框这栋楼 复制出来一张 进行对比 好 我们看这个里面 打了灯光的效果呢 并不是特别明显 说明我们的这个灯光的强度 和它的这个衰减范围呢 照射的范围还不够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盏灯光呢 把它移动到 靠近我们镜头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让这盏灯光呢 为了不影响 它外面的这些玻璃的颜色 那么我们让它 只照亮里面的楼板 好 我们现在把这栋楼的楼板 选择出来 再选择灯光 好 我们现在只显示呢 这个楼板和灯光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将所有的楼板呢 我们将所有的楼板选中 在这个地方呢 建一个选择集 楼板 回车键 确定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将灯光选中 选中这个泛光灯 大家看在这个阴影下方呢 有一个排除 也就是说呢 我这盏灯光呢 并没有排除任何的物体 会照亮整个这个场景里面的物体 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排除呢 点开 大家发现这个窗口里面呢 适宜的是排除与包含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盏灯光呢 可以设置包含 包含也就是说 它只照亮的某一些物体 那么排除呢 就是说它不被照亮某些物体 好 那我们现在选择到包含 在下方的选择集当中呢 找到我们之前所创建的这个楼板的选择集 那我们把它这样添加过来 好 现在呢 我们这盏灯光呢 就只包含住这个楼板了 好 我现在来渲染测试一下 好 大家看 现在这个灯光呢 已经把这个楼板照亮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衰减呢 我们觉得就是说 呃 它的衰减的范围啊 呃 过度的不够太自然 所以说呢 我们在顶视图当中 将它的这个 内光圈 也就是说它的呃 远衰减的聚光区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 位置呢 我们再移动一下 好 我们让这个嗯 高层建筑的底部的灯光呢 稍微的亮一些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恢复 把这个模型恢复到原样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指 还是渲染激动建筑 好 大家看 我们不需要这个 建筑里面的灯光有多亮 只需要让它有一个 这种冷暖的过渡 那么它的这个 整个的大的这个 退运变化 我们看到里面的这个灯光呢 已经有微微的这个亮度了 那么玻璃的质感呢 也显得比较 嗯 要显得更光滑一些 那么正能体现我们 这个玻璃的属性 反射与透明 也反射的话 就是反射到周围的这些建筑 那么透明的话呢 就到透内 透到了室内的这些灯光 好 我们看 现在这边的这个建筑的灯光 已经打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右方的这个建筑 我们怎么样给它布置灯光 好 首先还是呢 在创建面板当中呢 找到灯光 翻光灯 我们再观察 这一栋建筑的这个形态 我们看到底下呢 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玻璃的部分呢 是这种直角的 上面弧形的部分呢 我们就让它产生这种 比较自然的体感的过渡 那么下方呢 我们让它透一些灯光出来 我们还是把这栋建筑呢 单独选择出来 好 我们先全选中场景里的所有的场景 关闭所有组 好 我们把这个建筑呢 单独显示出来 我们看 它的这个下方的一个结构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去布置一圈这个欧米灯 那么这个灯光打出来之后呢 它会默认的 记录上一次的灯光的一些参数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远衰减呢 都要打开 然后将它的这个照射范围呢 缩小一些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将它的起始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聚光区呢 改成零 让它从零开始衰减 好 那么灯光的强度和颜色呢 我们暂时不改变 复制 好 我在复制的时候呢 尽量让它的这个灯光的光圈 压到另外一个灯光上 关联复制 好 再复制 好 复制好了灯光之后呢 我们把过滤器改成灯光 选择所有的 我们刚才布置好的灯光呢 在前视图上 将它的高度呢 抬到一层的这个位置 好 它的位置呢 大概是在这个一层楼的 三分之二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用缩放工具呢 将它的这个照射的这个光圈呢 稍稍压扁一些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好 现在呢 感觉上面呢 是有一些灯光的这个存在 但是由于这个里面太透的原因呢 这个灯光呢 并没有显示的 很完整 那么我们有个方法 可以在这个建筑里面呢 去拉一堵墙 也相当于就是说 把这个灯光呢 进行一个阻隔 我们还是把 这一块 选择出来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来画线 我们把这个底部的范围呢 单独的选择出来 或者我们把上面呢 进行隐藏 好 我们看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我们在它这个里面呢 建一堵墙 来把它这个灯光啊 进行阻隔 好 然后呢 这条线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命令 Swift命令 让它挤压出来 选择方形的挤压方式 好 高度上呢 我们输入数值 好 一层呢 大概 四米的样子 最近五米的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将这个 创建出来的这块板呢 好 给它一个材质 给它一个标准材质 就可以了 好 付给它 好 我们看 这是刚才 做的这条墙 好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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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由于我们把上半部分隐藏了 我们只看得到下面的这半部分 现在这个灯光呢 已经亮起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拉了一堵墙之后呢 它的这个灯光啊 就比较明显 那我们再把这个灯光强度呢 稍稍的减弱一些 给成1.5 好 我们再这个显示所有的模型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全部呢 都把它渲染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大的关系 好 当我们把这个建筑里面呢 灯光布置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质感啊 各方面的质感就会更强一些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啊 就要进行这个场景上的布置了 包括这个背景 啊 前面广场的这个商业的氛围 还有路上的一些车 还有适当的要放一些人 好 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这个场景的布置 在这个边缘下来就进行这个 我们开始进行这个 我们再来的顶部 在这个边缘下来就进行这个 这个车子里面